厨房下水管绝对是油污的重载区 尤其这种三路十八弯 电钻一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我是安卓国小米 今天我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 到这个客户家给他换一套厨房下水 到这种老小区还在爬楼梯 这个工具包太重了 爬楼梯虽然费劲 但是换一个思路 就当是健身房锻炼身体了 去健身房还得花钱 这绝对是免费的 这个客户是通过看视频 然后约我的 已经约了好长时间了 材料也早就回来了 今天过来给他换一下 他家漏水的情况说是也很严重 也持续好长时间了 看一下这个管道 这就是弯太多了 说他是三路十八弯 一点都不为过 你看这个下边PVC管 这种情况长时间不堵那才怪了 尤其是家庭祖父勤快的 天天在家做饭的 这堵的频率就更高了 看这个水槽的漏斗 这都秀气斑斑 秀成什么样了 这是不秀钢吗 这是不秀铁吧 下水管家里面有这种情况的 大家看到这种弯 直接就拆掉吧 要这个没什么用 不管是下水管还是PVC管 他们二者只要有一个带弯的就行 客户说堵了 咱们放点水 看一下情况 怪不得业主说这两天饭都不敢做了 水都不敢用了 只要一开 你看这个水 反着流 为了吸柜子下面的水 业主把孩子不穿的衣服都拿出来了 这一节管是可拆卸的 业主之前也拆过 里面也做过清洗 管是干干净净 这一边的漏斗问题更严重 有裂丸的地方 直接是用胶带裹起来的 像这种情况 这一套下水 基本上是报废了 直接换新的 成天都在强调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食用级不锈钢 304 像这种水槽能达到304吗 304不锈钢难道会生锈吗 真的是不可理解 厂家生产出来就没有哪个部门监管吗 上面打个304 然后就在市面上销售了吗 作为消费者哪懂这些呀 如果不是304 我们天天在这里洗菜刷碗 那对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时候评论区强烈需要几个专家 有专家的话出来可以点评点评 我们该如何避免 给业主买了一套 在厨下可以节省空间的下水器 这是十几年前的老小区了 这个厨房是比较大 厨柜也多 厨物空间呢也多 像这种下水器呢 更适合现在的新小区新楼盘 现在的房子啊 你会发现厨房设计的越来越小了 可能是使用率不是那么高 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做饭 用这个下水器呢 可以更好的节约厨下空间 增加厨物空间 比如节省出来的空间 可以装个净水器了 小厨宝了之类的 看到这套下水和这个水槽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哎呀 不这么匹配啊 应该把水槽也换了 其实业主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业主也是这么想的 甭打算换一个大单槽 但是他家厨柜的这个尺寸 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单槽 能装在他家 而且水龙头的后面呢 还有一个燃气管是从那个水槽后面经过的 所以要扩大那个洞换一个大单槽 空间不够了 这个溢水管差点没接上 空间有点窄 溢水管就连接在这个未知三通上 这个地方还可以接洗碗机的排水管 进水器的排水管都可以 透明的这节弯管里面还设计了一个挡板 不会反水反臭 光环下水也解决不了他家这个问题 这个虫水弯必须得给他切掉了 这个虫水弯里面绝对有货 当时做柜子的时候 把这个解修口紧挨着柜底 想解修也解修不了 所以直接切掉是个最好的选择 看这个里面打开盖里面都糊死了 这全部都是油泥 时间长慢慢积累起来的 还掉了一个牙签 刚好卡在那里 下水管带的这个转换接头还插不上 看来得把这一部分给他磨掉 这种转换接头平时安装的很少都扔掉了 因为装上的话会提高出水的高度 会影响排水的效果 像这个高低差比较大 就给他装上了 这个柜底还不错 这个木板没有被水泡的裂或者发霉 这套下水装上以后 看这个除下的空间 这储物的话 放任何东西都能放 一多半的空间都节省出来了 这就是这套下水的最大优点 水槽边上贴的这个美纹胶带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前两年在网上特别流行 特别火 沾水槽的 沾马桶的 好像哪哪都能沾 看现在撕起来都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胶带时间长泡水都会脱落 而且这个胶还粘在盘上和台面上 这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要把它全部铲掉 要费点功夫 因为我要把它铲掉 给牌的周围打上一圈玻璃胶 即使它不扯掉的话 它现在基本上已经脱胶了 开始渗水 时间长的话 把台面下面的木板全都泡烂了 好了 收拾垃圾 玩活 拜拜老铁